经过三天的紧张搜寻 六岁女童廖家慧在一家廉价酒店被警方成功寻货 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 情况并无大碍 截至今早 警方已逮捕了五名嫌犯协助调查 其中一名嫌犯在女童被寻货的酒店内落网 至于拐带廖家慧的动机究竟为何 目前仍是个谜 柔佛州总警长古马证实 警方于今日凌晨四时许 在雪兰俄州巴东家里一家廉价酒店发现女童 并当场逮捕一名31岁的本地男嫌犯 古马在柔州警察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 男嫌犯被指控在掳走女童后 驾驶汽车将他跨州带至巴东家里 他透露 警方逮捕行动于昨日下午1时30分 在伊斯干达公主城一带进行 共有五名嫌犯落网 包括两男两女 年龄介于30至45岁 他们介于女童无任何亲友关系 古马表示 至今未接获任何赎金勒索要求 古马说 警方在接获投报后 48小时内侦破此案 这得益于柔佛警方各组的动员 五级安曼警察总部的协助 以及民众提供的情报 和全体查案人员的努力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 365条文非法禁锢 及2017年性侵儿童罪案法令 第14A条文进行调查 古马强调 援引性侵儿童条文 是因为女童在被强迫下遭人掳走 可能发生了肢体碰触等情况 由于动机仍在调查中 古马提醒各方不要猜测案情 并感谢媒体的耐心等待 给予警方足够的空间进行调查 在6岁女童廖家慧失踪案中 4名嫌犯于今早被带往新山法庭 进行严扣程序 他们面对媒体镜头时 不断用手遮挡 当有媒体直接询问 女童家慧的去向时 嫌犯皆保持沉默 严扣程序于完成后 4名嫌犯于11时40分 通过后门离开法庭 法庭批准严扣4天 至本周五26日 以协助警方进行进一步调查 近日 雪州一所学校 应举办由啤酒公司赞助的慈善活动 而遭到一党的强烈抨击 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房地部副部长艾曼·阿迪拉 对此进行反驳 表示他出席雪邦双西 比励志名滑小的Tiger新州 滑叫一眼 是为了支持该滑小 而非鼓励饮酒 据了解 这场筹款活动于上周在志名滑小举行 成功为该校筹获 3175,034令吉 88仙的筹建大礼堂基金 艾曼·阿迪拉当时也出席了该一眼 并见证了支票移交一事 然而几名一党领袖借此炒作 指责艾曼·阿迪拉支持饮酒 教育部也发表声明表示 将对此事进行严正调查 并强调所有学校必须遵守捐赠指南 艾曼·阿迪拉在接受YouTuber 这名哈山采访时澄清 他到现场是宣布 捐赠10万令吉给志名滑小 这笔捐款与啤酒商完全无关 作为雪邦国会议员 他表示不仅捐助滑小 还支持选区内的各原流学校 累计捐款已超过120万令吉 我支持学校 我捐钱给学校 又不是支持喝酒 艾曼·阿迪拉批评 一党挑起啤酒商赞助活动 是虚伪的做法 并指出 一党领袖如属里主席 端伊布拉辛 及副主席伊德利斯阿默 都曾表示 饮酒是非穆斯林的权利 艾曼·阿迪拉进一步指出 在竞选期间 一党领袖遇到非穆斯林饮酒时 并未表示反对 也与吃猪肉的非穆斯林握手 他质疑 若滑小接受啤酒商赞助有问题 那么为何有一党领袖 仍让孩子到滑小就读 难道他们有确认过 这些滑小没有接受 来自酒商等的赞助吗 槟城第二副首长 佳日星近日传出 被建议休假消息 对此 滨州首席部长曹管有证实 他已批准佳日星休假11天 并强调从未对其职务变动 进行任何讨论 根据星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滨州一名行政议员 即日起开始休假 之后未在现身光大办公室 佳日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请假是为了检查和治疗脚踝伤患 并非被建议休假 佳日星透露 他需要在吉隆坡处理一些事物 趁此机会短暂休息 与孩子们相聚 我只是正在休假而已 而且首长曹管有也已批准我的假期 他进一步解释 这几个月来一直饱受脚踝伤患 带来的慢性疼痛折磨 目前正在吉隆坡寻求第二诊断意见 曹管有今日发文告指出 佳日星于7月19日与他会面 并递交了一封请假申请信 经过考虑佳日星的解释和请假申请的目的后 曹管有批准他从2024年7月22日到8月5日 11个工作日的请假 曹管有强调 关于佳日星现任职务将发生变动的猜测 从未有过讨论 他表示 他和全体滨州政府领导层 祈愿佳日星早日康复 并回来继续与他们一起 推动滨州发展 造福所有滨城人民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批评行动党 在过去曾指责马华在华教课题上 卖华汉奸 但如今他们执政后 同样未能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甚至连马华2.0的称号都不配 魏家祥在脸书发布视频 针对教育部日前发布文告 要求学校遵守指南 禁止接受烟酒业的捐款一事 如是回应 他以不点名方式 指责行动党过去指责马华未承认同考 为制度化拨款华教 华小增建不够 以及预科班固打不足等问题 称马华为卖华汉奸 但他表示 现在行动党面对华教课题 却束手无策 甚至连非穆斯林企业 捐款华教都要禁止 这让他感到非常无语 魏家祥在视频中提到 你们说我们马华汉奸卖华的课题 如今你一个都办不到 你更可恶 他们说你们是马华2.0 我觉得你们根本不配 魏家祥认为 几十年来各大小公司和社会人士赞助慈善活动 为全国各地的国民型华校筹款没有问题 为何如今非清真公司支持华教却成了非法 他在贴文中进一步补充 同一个部门 一个在指责反对党 另一个发文告表示立案调查 做什么戏 槟城打西乳俄国会议员拿督旺塞夫的妻子 在抗癌四年后 于昨日在不成国家癌症中心IKM病逝 旺塞夫在脸书发布消息 表示妻子阿丽娜于下午30.07分去世 阿丽娜的遗体 随后被送往嘉颖交赖12里的一间回教堂 进行祈祷仪式 并安葬于双西式加墨回教墓园